今天大家发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当我们去做这个 家伙的图形化界面的时候 那时候比较麻烦呀 对是比较麻烦的 那么我们能不能更简单的来做这件事情呢 是吧 你比如说我们要在进行图形化界面编写的时候 我们都是要通过N多的什么 最像的组成吧 一步一步来完成的 那么我们能不能接着来说 像以前你们所见的那些 比如说隋家家那个VC 对吧 或者是Delphi 搞个划布 把这个空间冰邦冰往里拖拽 是什么事的呀 是的 这个呢本身 JBuilder这款 强大的加冒变器具备这个能力 但是呢 它是收费的 所以我们准备用一颗粒这种免费的来完成 那么怎么来做呢 我们准备啊 马上挂一些 插件 大家都知道 Eclipse这个软件呢 它本身是一个 扩展性极强的软件 任何人都可以基于Eclipse对外提供的接口 而产生出新的不同的 为Eclipse提供更多功能的这个插件 所谓的插件叫什么意思吧 插着能用的组件 听懂我意思吧 哎 就跟什么样 就跟一个笔记本电脑一样 从旁边是不是留着USB口啊 插着就能扩展功能 比如插一个无线网卡 是不是上网了 就这意思 Eclipse相当于什么 知道吗 Eclipse相当于一个叫做 全都是插口的 笔记本电脑 我问你是吧 周边全都烤 多了 哎 就这么个意思 到什么程度啊 哎 开机在哪开啊 一会都不知道 对啊 怎么办 插就反正开机 你是不是很吊烈啊 是吧 吓一跳都得 接着大家往这看一下 这个插件呢 老实在有一个 那注意 如果你要下载新版的这个 加了 SE版的Clips的话 其实它本身里边有一个内置的 GUI插件 那能用的 因为那是开发多面应用程序的 只有咱这版本呢 是加了E版的 在里面没有带 那怎么办呢 咱就来一个叫做 先大家看一下哈 这个什么样 就是 哎 这跑 新建的时候大家往这看 大家看 这是说很多项目啊 对吧 很多项目吧 这些里边啊 其实就有什么 加了E的项目对吧 然后当然还有什么 加了Vive的等等等等 Servor啊很多 这里边就没有那个图形画界面的部分 我这边有加了Sripe 是吧 接下来呢 这有谁呢 还有这个Vive 大家看到了吧 AT吗 页面的GMP啊 什么都有啊 对吧 都是这个都有 那接下来呢 我们准备要挂这个图形画界面插件 咱们得先去网上啊 去下载这么一个插件下载 那 这插件老师是有一个 那 比如这个 那 这个图形画界面有很多啊 老师就不挨个找了 好吧 直接到这里边 咱放哪啊 就放在当前目录下吧 就看着方便点啊 这个呢 大家 是一个 呃 一颗粒呢 加上这部分那个图形画界面的图形 那这个插件 你下载完了以后啊 大家 他里边会有这么一个一颗粒子目录 看到了吧 再打开以后呢 这边有两个文件夹 一个公布的一个插件 看到了吧 就说老师万一我没有这部录呢 你没有的话你自己造这部录 听闹吧 哎 然后呢 再往下来 咱们打开咱们那个 一颗粒子那个主目录呢 咱这是主目录的吧 看吧 大家说 这里面就没有这样的东西啊 就是 这一个 这一个 看到吧 这里边装的就是一颗粒子的核心功能 以及他所具备的一些默认插件 那么说老师 我怎么能把这个插件包里边的东西搞这来呢 最简单的方式是直接一个复制到那边一个粘贴 卡一个覆盖 OK了 哦 那你就完事了 在这边不爽知道吧 就是你想卸载很难卸掉 你想卸载很难卸掉 这都听懂吧 哎 一般怎么搬来的是吧 一般呢 我们都会这么搬一下 就是说 为了携带方便啊 我们都会放到同一个目录下 看着啊 老师让你演示一下 我把这个吧 直接一个剪贴干嘛呀 我这扔的这个一 clip 都目录下 就能看懂吧 那能看懂 然后呢 这里边几个呢 做什么事情呢 我也想啊 这个扔到这个目录下的话 是不是 我已经挂一个插件了 先不管它 我扔在这个目录下 然后呢 我找到这个一 clip 都目录 看到了吧 我们要是挂插件 用另外一种方式 会相对较好一些 就是容易卸载 基本上就不用的时候吧 会吹个拿下去 如果复制这种方式的话 像这个东西啊 你根本扇都扇不掉 什么都扇不掉 哎 打开在这儿呢 大家看 里边内容是不是很多 是这样吧 这也不算什么 这个呢 标某 哇 这这呢 Leap 实际上吧 里面有很多 删的时候也不好删 怎么办 直接就来上一个 在一 clip 的主目录下 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叫做 Link 的这么一个文件夹 能够什么 建一个Link 的这么一个文件夹 建完要干嘛呀 在这里边创建一个文件 这文件大家可以认一名称呼 无所谓 这是我们说链接文件的路径 比如说这个GUI好了 GUI.TFT 打开它以后 在这里边呢 你只要写上一个路径 谁的路径啊 就是这个路径 这能看懂吧 对 就是这个路径 打开它以后 大家把这个路径复制一下 往这里边一个粘 你们干净了吧 OK 我们在这呢 来一个就是当当 当当当当当 为什么加这个 因为是不是这路径被加勿取啊 对 那加勿取路径的路径 你们都知道 是不是应该是两反应线呢 是的 大家 加完了以后呢 记住 这部分到底写哪一部分很重要 比如说 你的插件在这 这是插件的路径吗 这是插件包吧 插件包里边 你们老师为什么会怎么放这里面来呢 是因为 我们要是把这个 Eclipse的目录 剪贴走的话 是不是随时放不起在这插件啊 是这么好事啊 然后呢 试试完成了 完成完以后呢 大家我们准备吧 把它重新干嘛呀 启动一下吧 再加载一遍吧 是吧 来一遍 叫做Eclipse 有点慢啊 每次启动有点慢啊 到底这样内搭载呢 这个里边有这么一个配置的文件 是可以去查阅一下的 这里边有叫update 跑哪叫这呢 update 这里面的platform 啊 插 还买了 这这个配置的文件 这里边我们先打开它 这里边有他所挂的所有插件的什么样啊 那些信息啊 说老师我也看不懂啊 你没有必要挨个去看啊 咱往下来 我看有没有挂起来啊 哦 给力来 读吗 读了 他都读我这个link文件是谁啊 GUI的文件 紧跟着找着目录去了吧 是不是找着目录去吧 就这当前目录下有一个什么 当当当当 有没有 哎 这样有 找到完以后呢 大家我们接下来 说那老师在这里边怎么验证我们有没有呢 接下来让我这看啊 我准备呀 右键 新键 Other 这里边找一下吧是吧 大家大家往下看 他都看到你了 有了吧 GUI来了 打开它以后 这有一个词 咱就不管它了 这里边跟大家很遗憾 没只有AWT 那哥们也快过时了对吧 有个SWING看到了吧 哎 老师什么东西啊这是 不用着急 这是我们讲过那个轻量级组件吧 这哥们的颜色呀 样式的效果是固定的 这哥们都自己编好了 这里边我们见到谁呀 这我们见到一个 这个JFRAME 注意听 他的子类呀 都有他的类呀 都有特点 就是 他的基于AWT AWT不叫Frame呀 这哥们就在一个 各个组件前面加个什么 加个勾 加个第一个字母是吧 JFRAME 是这样的 啊 那么大家来一下吧 是吧 下一步 我们创建个JFRAME 对吧 啊 就是说 这个 搞一名字呗 是吧 奶包里边的呀 啊 CN.IT COS 点什么东西啊 这个叫做 SWING包里边的 改个 DEMO演示好了 你用FAME就别来了是吧 来个叫MySWING吧 那 然后呢 这个 添加一个主方法要不要 随便的是吧 他说这个Z的FLAGE 谁呀 是JFRAME 你直接用JFRAME也可以 听明白了吧 继承他也可以 好吧 完成他以后 你就继承他 你这个框架了吧 大家 好乱啊 老师我不会了 大家我先说一下啊 看这镜头了吗 刚打 这就是传说中的画布 有没有 哎 然后呢 别着急啊 一个点看 这个上面啊 components 是 构件吧 contenters 是各种容器 更多的主件 派单 看到吧 这还有布局 这下面呢 是什么样 对提方式 比如说 老师 我现在准备在里边吧 装一个叫做传说中的按钮 有没有 啊 那么你找的购物件是 是按钮吧 这个啊 这按钮不叫八战 这八战 有没有 哎 勾了吗 对吧 我们点一个按钮 有没有 放里边来 我们一个蹦 然后他问你说 容器主要是不叫这八战一啊 是 这叫这八战一 那里边文本 文本要动一动啊 叫什么样啊 小座 哎 我的按钮 别的呢 没有了 OK 嗯 好大一个吧 哎 必须晕得吗 大都知道 什么天中这事 什么那种 边界嘛 说老师我不贵了 什么东西啊 这事是吧 我们注意 这有一个大纲有没有 注意我看啊 大纲 看到了吧 我们点这个frame 是吧 注意我现在要操作这个jframe了 是吧 这jframe的布局 我得先调一下 是不是这家 我们要调成什么来着 有个人说老师调成流适布局 是这样吧 大家看 这是不能要的啊 对吧 这个包的是边界吧 这个 嗯 我不调边界 我说老师来流适呗 这是流适吧 这个 哎 哎 你看看啥酒了吗 嗯 变这样了 对呀 这按钮变这样吧 白扯 能动掉吗 啊 不能 懂了吗 肺肺 但是先让大家带点爽一下好 老师把这想了 想了 想了干嘛呀 看着啊 我切回来啊 向上 看到没有 代码全成潮 谁没人写这个 欧没啊 这是这读文字 这是优地固的码 懂吧 这也不用管他 老师这把谁谁弄的这 这个组件弄的 听懂一个啊 说人家看不懂 没让你看不懂吧 你最终是不是要那变成效果 不是要那变成效果呀 就够了吗 大家 欧了哈 老师咱是怎么运行一下 那就弄吧 右键一个软碍子弄 一行 一个软碍子弄 叫做application 对吧 给力量 这就是传说中的死病 这按钮 我跟你讲 它的颜色固定 在什么地方都这样 我跟你讲 很屌吧 过渡栏 有没有 中间加一亮条 看到了吗 你看着啊 更屌的是 光标网一放 一记录 有没有 立马就有效果 它都带着默然事件呢 我在一看 看着没啊 啊 很屌 就是没有效果 不 是个没有自定义的效果 对不对 但是呢 摸着就我选择袋 大家一点那个差 有没有 屌吧 结束了吗 结束了 因为他这边都设置完了 那设置什么东西呢 大家 哎 跑哪儿了 set default clause operate 设置一个缺省的关闭操作 有没有 Windows怎么怎么样 是把这都写着的啊 老师那啥 那个 这个看上去是挺爽 我想说这按钮不能移动 有点遗憾 是不是一大 哎呀 我跟你讲 这哥们更动 老师我怎么办啊 这这这这边呢 这个跨路呢 一个弄 有没有 吃白了 然后那个哥们也挺有意思啊 看好这跑哪儿呢 这呢 说老师你看 关了 把这打开呗 双击打开 就剩原代码 箭头呢 箭头也没了 咋办 这哥们说老师通装吧 啊 右键 Open with 用 from edit 打开 看到了吧 哎 用这个编辑 这是GUI的编辑 打开 哦哦哦哦哦哦 老师我说这不行啊 那个按钮 别整流失的 这样看着 我不用再说话了 是随便啊 然后老师你按钮怎么调 必须 说还烦了 这个 哎呀 画屯和见面 原来有他不就欧夜了 我这家 还费什么事啊 是吧 我把这班车说一下啊 这哥们说老师 你点完没笑过 也看着啊 怎么加效果呢 还可以写吗 不用 你想把谁做实验员 按钮啊 选按钮 选完以后 大家注意看这 这个左边栏 是 这个组件的属性 名和属性值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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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个 可以调 那调完就会变化 还有这个 给我调一下好不好 退出 退出 那 来个到哪 行了 保存一下 哟 刚才没调完 啊 嗨 等会儿啊 退出 哦啦 回车一下 明白了 哎 搞定了 看 边呢 请跟着 右边是布局 再往这边来看什么 对 事件名 看着啊 这哥们所知的事件都哪些呢 我们想玩 有没有啊 那就弄嘛 你点开他 里面是不是只有一个方法 对吧 那就弄吧 他问你说 你是不是不进行绑定啊 请跟着 是不是一烂呢 就是在行内 懂吗 是内部的 还有什么一个 一个绑定方法呀 这都可以 用哪个都行 那 那么请跟着 选中完了以后怎么样啊 当了 你回车 说老师这是啥玩意 有没有啊 这东西 回来 大家看 是不是给你提供了一些方法 在这呢 这一八成一 是不添加了一个 ex-listener 对吧 ex-listener 这个方法里面 是不是用这个方法来实现的 对不对 而这方法是在这 听闻吧 他在做在外面立了一方法 啊 而这个世界里面 直接掉那方法 也是说 他布法 把这代码是放在这里边的啊 这多屌啊 这个人有结构的 你知道吧 你爱往哪放好的 由老师一烂 那进去 明白了 而你要做什么呀 哎呀 你要做的特简单 就这个 就在这个方法上 切点东西得了 切啥呀 哥们退个出 哦 你放 这老师代码看不懂 这都不用管 明白了 全都一顿条就完事了 多简单 初始化 丢完有没有什么方法 很多边区都是这样的啊 那么大家运行一下 看着啊 走你 简单吧大家 哇 不行了 这 又崩溃了 因为啥呀 就是没净不简单的嘛 对吧 那个到这儿OK的话 不用再废话了啊 这小项目演示了一下啊 我把他关了 关完以后说老师那接来个啥呢 咱就做个项目出来 好吧 刚才怎么演示吗 我找到这儿 不知道